其實這場賽事有2,300名觀眾左右入座 陳浩文第一次入選大角角 打香港千年分隊代表了很多次 但最近不能教練你稍微重視 今天打正選 另一位球員是馮繼志 就是國內球員 經國際表情清楚代表資格 馮繼志上陣 基保老長世古紅島 臨40歲都可以代表國家隊 地區隊伍比賽 這位是施連奇 客軍的中鋒球員 也是危險人物 他是對中的射手 吃虎是靠他的 另一位好波之人就是10號的高斯米 前線這兩個球員聽說背入得施施入口 真不真呢 大家要落足眼力看看 比賽開始了 莫愛沙尼亞來自東歐 世界中小的排名是72 比香港第128位高很多 但是老實說今次來的球員 老實說球隊裡面的陣容都沒有完整 我們就看香港代表隊在這場 新賽方面可以有什麼得益 陳志康給了 接近40歲的基保 撞撞撞給陳奧文 北軍的東路首長 這個疲勞查是犯規的 陳奧文第一次來自大角 同時也是以正選出場 心情緊張有少少 但是看他的初段就挺放的 好了 再遠傳 一頂點進去中間 被龍門的卡瑪接了 奧沙尼的正選龍門就是 效力是英國超級聯賽的打比的潘武 這個時候當然沒有可能來 東南亞馬跡這場熱身賽 所以是卡瑪 就是他們的正選龍門 剛才頂入中路就是李偉文 李偉文現在成功由後位轉型到中場 在園甚至在香港隊 都是打這個位置的 好了 蔣世豪一撞撞給右路的羅計劃 想挑過中間 右路巴 最後只得到一個角球 好了 看看這個角球如何 斬過來 全部漏了 撈回來中間 黃偉德跟著基保頭槌頂南門前 馬右一櫃折出來 最後羅計劃 施射射得很高很高 這個球 看下球出來很驚險 全部大漏漏了到這邊 這個就是李偉文 荷蘭席的香港隊教練 好 輪到愛沙寧夏的進風 現在看到這個 7號的球員 這個書佛彈在中間 但是高斯米想去又不行 好了 現在康仔拿回球先 給過來 看上去 看上去 沒有錯 這個球得到一個頭 很漂亮 撤回來武漁衛 陳榮文 撤得很漂亮 果然 是射射門場 19分鐘 香港隊 首先由陳豪文 首先打開比賽 這個球 這個球船挺漂亮的 荷珠船 比這個場傳 落點神階 他也撤到一個好位 在武漁衛的情況之下 突破對方的守衛 就是射了這個球 看看荷珠多 這個球很漂亮 突破了之後 跟著他很穩定 掃把腳 躺過地球 入行1比0 香港隊友 陳豪文 首先打開紀錄 跟著還有一個攻勢 左邊 應該是左邊 正路 這個球 沒錯 給了是 鍾建希 斬過來 這個球槌發不到 咬回頭頂 陳豪文 完全沒有力 完全沒有力 打到門前 被卡瑪很容易接了這個球 這邊是愛沙尼亞的教練 吉伯斯 好 下一球球 看看愛沙尼亞怎樣反撥了 師佛 這個球彈得漂亮 哎呀 林昭翔聖啊 一出來 躺了他的球 還未縮大 打過來 再用左腳的鬧鐘 好厲害 楊偉德一頭 撞橫了那個球 稍稍解圍 這個球撞得很漂亮 看看射又怎樣 嘩 撈到 好厲害 這個球是梁翔聖 剛才出來封對方的單刀 用腳擋了 這一下 亦都 我們是燙出了對方的射球 剛才射球 這個射球 就是尤路巴 看看這個球給得很漂亮 單刀的了 以為輸得了 這個球 剛剛梁翔聖海西豪 這個球撞橫了 得保不失 繼續這次攻勢 斬過來又怎樣 和韋德頂出無縣 對方標善 一滴 好東西 這個尤路巴 滴過了 跟著又抓地球 梁翔聖海 仍然救回另外一個點球 那下半場 香港隊一比零領先 那麼 賽事已經進入下半場了 香港隊呢 是 在李西蘭領導之後 打了兩場半個國際賽 都保持不敗 一場呢 和這個阿聯優一場呢 就是贏身 不過現在半場呢 就是贏身 這個球呢 看看呢 合作得很好 搞定了 終於由這個 斯田祺呢 是 得入 但是呢 贊了這個維文 這個維文呢 交個球很好靚啊 還有呢 另外一個有份參與的 高詩米 也是 幾個球員都合作得相當好 高詩米一路一路推 我推了一個呢 就給了一個維文 維文吸吸吸回來呢 以為他射他 不是 他見到這個斯田祺之後呢 輕輕一側側給斯田祺 就突破了呢 對方 就是香港隊的防守球員呢 將那個球輕輕上入 這個球呢 其他都有份參與的攻勢啊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啊 香港隊呢 就是這樣呢 給對方追回一比一平手 好了 另一次的進攻 側側來 又是斯田祺 這個球呢 看來馮繼志壓住他的 避開了 來 轉身 哎呀 這個球呢 又竟然敢漏入這個軟處 那在下半場呢 開局沒有很久呢 接連失了兩球球 那香港呢 又領先 變成這個落後了 那馮繼志這個球呢 其實已經壓住他 那馮繼志不是很腳長的球員 那但是斯田祺呢 講身材不輸蝕給他 那大家留意啊 然後壓壓過來 那斯田祺在單單的位置 壓得住 一避避過了 推下去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馮繼志就被他壓過了 轉身起腳 那如果你是作為後衛呢 你覺得這球馮繼志呢 其實有沒有辦法不失呢 那其實斯田祺這球轉身呢 轉得很美啊 他當時呢 壓住這個馮繼志 馮繼志呢 除了是含著他 其實沒有什麼做了 那在乎斯田祺這個轉身 他做得夠不夠完美啊 事實上呢 從這個入口的角度來看呢 他做得好理想啊 那就是責任來講呢 當然呢 要負選了馮繼志 但是呢 主要就是斯田祺本身呢 處理得好而已 2比1 現在呢 他就先在去領先 那他又在中間呢 也都混入了這個司徒文進 司徒文進呢 就是哇 他幾分都射不掉 一推過他 想都不掉 所以他起了 那雖然呢 射高了 但是效果都不錯 總算有些呢 是射門的鏡頭出現的 那麗莎雲同的翻譯 在《古典權》 大家在這裏交換意見呢 因為很多他的他的信息呢 他的戰術方面的構思 都要透過古典權 翻譯他的球員知道的 那又是呢 就斯徒文進哦 哇,越多越過癮,這球散了對方的球員的身體越改變方向 那麽似乎那球就沒有越過這個白界 但是後面入帝的楊熙智都照例秦例舉手 說給這個日本籍的球證,是從村和宴看看 看這個球會不會過白界的,當然沒有追求 那麽啟著,轉入中龍,李克文一頂 那麽這球呢,看來是右飛右撲,都慎防,會頂中的 但是最終呢,他撲了一輪之後呢,發現球員出了界的 貼著他出界 那麽最終香港隊呢,都二比一輸了這場賽事 那麽賽,我們訪問過李沙維,看看他有什麽意見 No, not quite, you're never satisfied when you lose and I think we,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first half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second half, we did too little that was also due to little injuries my players had as you could see, Ochi was not fit for 90 minutes Anton Grabo has his Achilles heel problem and we had a lot of these players, not 100% and you can see that, so in some phases of the game we were short of fitness, I would say so I hope when we improve in that area we can play better games and the following day that's told i too a